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let it change Hey 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我是Rock 上次介紹MUJI跟MUJI LABO推出的白色圓領樹梯 後來就有去旗艦門市十套這幾款我有興趣的單品 同時也有入手這次MUJI跟MUJI LABO推出的白色圓領樹梯中 我個人覺得是今年2023年最佔的一款 待會再跟大家詳細分享一下 好,那在進入今天重點之前 一樣,來介紹一下金融OTD 最近天氣真的是認真的越來越熱 所以差不多又到了可以使用開心山做出各種混搭變化的世界 所以今天的搭配就是用開心山做出的簡單混搭 首先,庫裝的部分是今年2023春夏季 UNIQLO U推出的2TOK雙打折卡機庫 因為今天的上班山是用開心山來做混搭 那開心山多半就是有花紋,比較寬鬆 那整體來說帶出的畫面是休閒的感覺 那這時候,庫裝的選擇 我的話比起短褲更加喜歡使用這種 帶有打折的,比較挺的這種直筒寬褲 或者是麻之類具有飄逸感的這種長褲 穿起來感覺比較和諧,那也帶有一點成熟的畫面 再來涼鞋的部分就是 傑克軍80年代攻發的柯卡山島 搭配開心山的時候,我基本上是不會搭配鞋子 我會選擇涼鞋或者是拖鞋,帶出來畫面比較自然也比較涼爽 再來就是開心山的部分 開心山的話,我裡面基本上都會搭一件吊嘎啦 如果真的是天氣很熱啊 這樣子不要扣的話也很自然好看 那有時候我會選擇扣個紙顆或者是全扣 今天搭配的這款是百分之百的REON材質 雷鷹的開心山衫穿起來就是非常舒適 很涼感那也很透氣 畫面帶出的感覺也是這種飄逸的畫面 所以看起來就很有夏季的感覺 其實開心山的話,除了挑選花紋之外 我覺得也蠻推薦大家可以稍微留意扣子的部分 有些扣子就是很細緻 他會用一些木扣啊,椰子木啊,或者是椰子扣 來帶出這種比較有正宗夏威夷衫的素材 那穿起來感覺也比較有質感 那飾品的部分就是我很常用的這幾款單品 首先戒指的話是Bordka Veneta的銀戒 再來 手鏈的部分是TOM4在當設計師時期的Gucci 90年代的純銀手鏈 右手的話則是Elmer's Jumbo Versus 今天就是簡單示範 我夏季蠻常使用的開金山的混搭法 基本上用這樣同樣的搭配概念 你只要換開金山 你每天都可以搭配出不一樣的夏季回答 給大家參考看看 好,簡單介紹今天要搭配 那馬上進入今天重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Muji 跟Muji Labo這次的白色圓領樹梯 實際有拿了一款最值得入手 這次去旗艦門市主要是鎖定兩款 我比較有興趣的單品 首先就是Muji Labo推出的天竹圓領短修梯 再來就是Muji他們推出的兩杆寬版梯 這張就是10套天竹圓領短修梯 Muji Labo推出的那款 Size的話目前套的是S到M的尺寸 那一套上去的瞬間 說實話蠻失望的 因為我們注意看 內搭我是有搭白色吊嘎 白色吊嘎說實話蠻明顯 那也意味著比我預期的還要透夫 再加上S到M這樣的尺寸比例 看起來就不太好看 就跟我之前有提到 我這種五分瘦山 胸寬跟下百寬一定要夠寬鬆 看起來才好看 所以我後來又在10套L到XL的尺寸 那L到XL穿起來 整體版型就漂亮許多 胸寬下百寬都寬鬆 那衣場也不會到太長 這件整體版型上如果是挑選L到XL的話 是還蠻完美的 側邊看起來的這種飄逸感 我也覺得蠻剛好的 這張的話則是在MUJI示意間外的 這種聚光燈下的感覺 同樣也是會蠻明顯的看到裡面內搭的吊嘎 所以這件真的是版型漂亮 可是就是微透的這種感覺 比較可惜啊 再來就是10套MUJI他們這次推出的 量感寬版T這件 這件套上去的瞬間真的是嚇到 超讚超涼的一個材質 確實非常像UNICRO U的那款量感T 穿起來在這種冷氣房帶出來的感覺 真的是超涼的快感 所以真的是還蠻厲害 目前是我穿過MUJI他們推出的 白樹梯中最涼最舒適的款式 而且售價上也算蠻親民 690元 我們近看它就是這種光滑柔順的材質 色調上也很漂亮的白 是那種亮白色 跟上次入手的五分袖 穿行李內建的柔白色感覺就不一樣 更加的白 整體版型上設計非常漂亮 袖長是五分袖設計 那胸寬跟下擺寬都很寬鬆 衣裳部分也不會到太長 照片中是實穿插遊的感覺 我覺得是以我身形最剛好的尺寸 靈口處的設計也很舒適自然 不會到很緊 像UNIQLO U的Arysum那件 雖然材質上很良感舒適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 版型上沒有到那麼漂亮 它沒有口袋設計 靈口處也比較緊 再加上它的衣裳也比MUJI這件來得長 論我的身形跟我自己穿搭的實穿感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這件已經比UNIQLO U的Arysum那件來得更加舒適 版型上也更加漂亮 再加上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就是 這件真的是不會透 在同樣的巨黃燈下造起來的感覺 跟剛剛MUJI那款的畫面就是很明顯的不同 這件基本上幾乎是看不到吊嘎的顏色 所以單穿的話絕對是沒有問題 這次也是入手這款 那待會直接實際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入手就是這款 綿混兩感寬版短袖T 尺寸方面我選擇的是XL 那售價的話則是690 這件真的是在材質上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真的是非常柔滑金服 而且我們可以注意到它的領口縫線也是非常緊實 再加上它是這種混聚子纖維 所以我相信它這種領口的緊實度 會比一般唇棉來的更加實用 相信比較不容易那麼快鬆掉 再來就是 就是袖口的螺紋 口袋螺紋 還有這邊下白的螺紋 都有一定的厚度 那也看起來比較質感 整體穿起來的這個分量感也比較漂亮 再來顏色上是亮白色給大家比較一下 這件是之前介紹的Muji Labo傳新靈這件柔白色這款 顏色上很明顯的不同 這件很明顯的更加白更加亮 Muji Labo這件是比較稍微沒有光澤的這種白 所以看起來是不一樣的感覺 那夏季的話有時候就可以在亮白跟柔白這種畫面中做出變化 待會就直接實套給大家看看 好實穿就是這種感覺 基本上真的是非常涼感舒適 我今天裡面是沒有穿吊嘎 就是單穿這款涼感寬版T 也不會有雞凸啊透膚的情形 完全沒有 再加上我其實現在有點流汗 穿起來也沒有任何黏黏赤膚的那種感覺 還有版型上真的是很漂亮 他的剛剛好的衣長 再加上這種寬版的設計 所以自然就可以呈現這種飄逸寬鬆的感覺 可是整體的衣長又不會過長 臨口處也不會過緊 所以我覺得以我的身型這樣的圓領白樹梯真的是非常剛好 還有這件的螺紋材質真的是大大的提升整件白樹梯的品質跟質感 所以這件可以說是我近幾年來穿過的UNIQLO 或者是MUJI他們推出的白色圓領梯中 我最滿意的一款 像今天我也是在室外攝影 體感也大概是30度 標準台灣這種非常嚴峻的天氣 那穿起來真的是沒有任何不舒適的感覺 也不會到過後 所以像今天的整體搭配 直接搭配個卡其褲還有涼鞋穿起來就可以這麼好看 這件的舒適度跟版型設計真的是又讓我再次佩服MUJI他們今年2023年的設計 版型設計跟材質選擇都一直有在突破一直有在進步 所以我個人是也非常推薦大家如果想要挑選白色圓領梯梯梯 首選的話最推的是這一件 好那今天就是介紹這一款 我個人認為是今年2023年最值得入手的白色圓領梯梯 你看畫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這一件非常亮白 所以顯得在影像中呈現的話 我的臉就會反黑 那代表這一件的亮白色真的是非常亮白 比後面的布啊 還有的任何白T都還要來的白 所以這一件以690可以穿到這種品質的觸感跟版型 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薦的款式啊 像我之前有看到Studio Nicholson 他們算是設計師品牌 他們推出的白色樹梯一件要100美金 那看起來的那種亮白色跟版型設計跟這一件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覺得用這個售價可以入手到這種品質 再加上在材質方面又真的是非常輕膚出色也不會透 又比Uniqlo U的Arysum版型上更加漂亮 那結合這些要點的話 個人認為真的是今年2023最值得入手的白色圓領術服 推薦給大家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這類型穿搭影片或是公發軍品影片的話 再會不會讓大家Follow去更加頻道 並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Instagram也會時常更新穿搭照也可以Follow下 還有SWB蝦皮賣場 近期會上來新品 有興趣的話可以逛逛 我是ROCK 我們下次見 可以見一下